我们要认识 一切祝法的真相 是不可思议 那么换一句话说 祝佛菩萨 对人 对四 对无 都是以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正觉心 慈悲心 有没有意思用这些心 没有 有意 决定是假意 有情 有情 确定是假情 有爱 确定是偏爱 俗意称之为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那个清净是真清净的 平等是真平等 慈悲是大慈悲 我们学佛 我们学佛 对这个根本法 一定要认识 要能够体悟 知道自己 应该怎么学习 不认识 我来说 是真诚心 一个 试试 的 是真正的 试试